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乾隆为例 驾崩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 清朝皇帝基本上都活不过冬天 看来北京的冬天还真的比较呢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乾隆的祖宗们都是生活在苦寒之地中 竟然遨不过北京的冬天 乾隆人家可不怕了 他自然有欲含神器 看了下边这些文物 你就知道了 在没有羽绒服的清朝 乾隆东间怎么过 郎世宁乾隆东庄画像 郎世宁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 所作画作无一例外 都是国宝及文物 从下图的郎世宁为乾隆画的东庄画像来看 他本人还是很讲究的 乾隆是历史上少有的富二代 你看看他的这身装扮就明白了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羽绒服 可是有裘衣 乾隆一朝国库封领 虽然后期没什么钱 可和珅生财有道 他本人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美的 他的这身裘衣虽然没有食物 通过这幅画来看 乾隆还是很精通郁寒之道的 大家不知道的是 乾隆盛世是饥饿的盛世 但是 大部分老百姓冬天还是要忍受寒冷的 也难怪专家会感叹 乾隆真会亡啊 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 展开全文乾隆手炉 看过狼牙榜的都知道 梅长苏手里有一个类似于暖手宝的东西 乾隆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 他自然不会委屈了自己 下途中的手炉 倒是很符合乾隆农家乐史美观 可就是这么一个手炉 造价依依依依不菲 一边放了一些耐燃材料 还不会有意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乾隆一边与傅茶皇后一起聊天 一边手里拿着手炉 东西算什么呀 乾隆的生活情绪 远超我们的想象 专家说他真会玩 指的就是他的农家乐审美 故宫的地暖设置 清朝那时候没有暖系片 也没有空调 但那时有地暖 俗称东北土炕 诸位朋友可以看到 清宫剧中总能看到皇帝坐在炕上 倒不是那样躺着舒服 而是土炕很暖 在清朝时期已经有了低暖设置 加之 故宫的墙体大多宽厚 却故宫旅游过的朋友 有了应该有切身体会 所以乾隆在冬天也不会有多冷 值得一提的是 清朝的环保意识已经很强烈了 用的都是无言无味的霉 待在这样的屋子里 还是不会有多热的 通过上述文物来看 尽管清朝没有羽绒服 可乾隆冬天依旧不会受什么委屈 在专家看来 上边这些文物 不仅仅是文物 更是乾隆朝用盛转摔了见证 所以 通过乾隆的取暖设施 还是能够提炼出许多信息的 不可否认的是 乾隆暖和了 可身处饥饿的盛世人们 还是很可怜的 专家说乾隆真会玩 倒不是说他的生活态度 而是心疼这些民之民高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过来 看爆炸 nor Lucan station 又来自此黄刚梓 想员您感觉 哈尔想员您感觉 想员您靠来 La Bunun